芒果這一家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芒果這一家 我們是Yumi和Seline 完成路徑手續和停旅行李後 我们就搭乘接驳车来到第一行下 使用JR乘车路口前方的摆设机器兑换实体车票 我们待会要搭乘6点46分的哈鲁卡前往京都 一进站后这里有电梯可以搭 另外一边也有手扶梯可以搭 接着就搭手扶梯往下来到乘车月台 这里也有便利商店肚子饿可以去买一些东西来吃 往大阪新大阪京都的方向是在第四月台搭车 我们是第一次搭乘哈鲁卡 一走进车厢内觉得空间蛮宽敞明亮的 座位区也很舒适好坐 双脚前方的空间算蛮大的 座位上方有放置行李带和行李箱的唇架 列车内外都有可爱的Hello Kitty图案 我们家28寸的行李箱放到座位前方也不会太急 过一段时间后列车长就会来验票 只要把刚刚的车票给列车厂查验就可以了喔 我们搭乘的哈鲁卡乘客没有很多 列车内还有许多空的座位 我们刚刚用白色机器换的车票是换到第四车厢的9A和9B 哈鲁卡是从第五车厢开始是自由座 自由座可以早一到十的空位来坐 趁搭车时赶快换信卡 因为待会儿到京都还要转搭地铁需要网路Google地图 搭乘约80分钟就快到京都车站 在列车出入口处也有大型行李放置处 我们到京都了 现在就跟着人群朝出口的方向走 我们刚刚就是搭这班哈鲁卡从关心机场到京都车站 晚上6点46分出发 8点04分左右到达 接下来朝中央口或是地下铁标示的方向走 待会儿要搭乘乌丸线转成板级京都线前往大公站附近的饭店 搭车前先去Seven出资8年都没用过的西瓜卡 安排行程时我们是打算抵达京都车站后再转成公车前往饭店 但在出发前有留意到现在前往京都旅游时 如果有带大型行李或是婴儿推车的旅客 转成其他交通工具其搭地下铁或是计程车 借务搭乘公车 因为已经有明文公告避免将大型行李带上公车面 我们现在要搭乘乌丸线前往四条 在第二月台搭乘是往国际会馆的方向 迪达四条站后继续朝板级电车的方向 就会来到板级电车的乌丸站 要搭乘往大阪梅田方向的电车 刚刚坐这班的来到打工站 快要到我们住宿的地方了 再走一条段路就可以到 我们下到晚上8点多耶 有大型行李记得要往电梯的方向走 走了五分钟终于到京都的饭店了 他这有护脱鞋 今天终于来到我们在京都要住五晚的饭店了 房间里面的空间不算大 有两张双人床拼接在一起 一转过来 我们的Room Tour一下子就过了 因为他旁边就有一些椅子还有桌子 真的是日本的小空间大八回 我们只有带一张行李箱 所以可以打开 那我来看一下洗手间的部分 大家站开 哦 真的也是小小一间耶 一下子就Room Tour完了 看起来是干干净净的 他这里有附两个漱口碑 还有这个是洗手路 再来这边是领域的空间 这里还有泡澡的浴缸耶 可以来泡脚 这边就是有洗髮精、沐浴、乳汗润发路 这里还有日本必备文匹匹的免治马桶 还有我觉得这家饭店附的毛巾都很干净 看起来就很像新的一样 都是这种白白干净的 没有灰灰的 就是不像那种洗酒之后会灰灰的那样子 他这边完全不会 里面浴室有点偏黄光 所以可能看不太清楚 但在现场露眼看真的很结白干净 虽然我还是习惯用自己的毛巾 起头还是可以用他们附的 就连脚踏垫的毛巾也很结白干净 就像新的一样 大门口旁边有设置挂外套的地方 挂衣区下方有附两双拖鞋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附拖鞋 所以就有自备 没想到这间有附 下次来日本旅行就不用自己带了 再来是桌子的部分 他把杯子和热水壶收纳到桌面的下方 下方是什么是冰箱 他冰箱好小抬 他冰箱好小抬 你是开座 这边 等下可以买饮料回来冰 那这是什么 哇 我觉得日本人都好仔细喔 他们都把他收纳了 小型 你看他Sonic 很可憐 不错 这边转过来 有垃圾桶跟卫生机 在这边 在上面 这边 有充电的地方 这家好用心喔 还有附多孔的充电线 Apple或者是Enjoy的 椅子和床的中间还有充电的插座 里面也有附冷气 冷气下方有镜子 虽然空间没有到很大 但该有的都有附 现在都已经日本时间9点13分 我们刚刚才到我们的住宿地方 也太晚了 早上10点多就出门了耶 现在终于到了 但我们等一下去超市采买 待会见 日本超市采买的精彩内容 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 记得订阅芒果这一家 开启小铃铛 就会收到我们每支影片的通知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 和开启小铃铛哦 分享给大家订阅 这个影片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